好 至於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民眾黨信用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在今天是上午的時候召開記者會 因為他被爆料指出他聘用他的男友 擔任國會助理涉嫌炸零助理費 在上午的時候呢他已經澄清說他沒有炸零 那他也表示今天下午的時候會來到調查局的北極站 這邊來進一步說明 那其實呢在剛剛稍早三點鐘的時候 他人已經到場他搭乘他的座車 我們來看稍早的畫面 我跟大家說我們今天會和兩位律師一起來到這邊 來遞交我們的這個證據 那同時也對於這個自由時報報載的這一位檢舉人不實的內容 我們也提出了告訴 那希望說這個我們的檢調單位 可以明查這裡面檢舉內容的不實資訊 那同時也能夠主動來參考我們所提出來的 這一位理性前助理他所有的一些工作實質的內容 那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也當然是有助於我們檢調單位 可以來進入偵查的這個程序 那裡面所提到的像是我個人他說有幫就是委員買什麼晚餐午餐 還是說有一些洗頭的費用 我想在這邊再次的澄清這些費用呢 是我在跑行程或者是有一些相關的助理代電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先就是幫我代電這樣的費用 但是呢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行政主任會會整一起來跟我做這樣的勤款 絕對沒有私用這樣子的一個費用的一個情勢發生 好可以看到呢其實高宏安他大神坐車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律師有下來 但是高宏安是一路等到坐車開進去北極站之後呢 他人才下車他面對鏡頭並沒有多說什麼 人就快步的走進去了 那據我們了解呢其實高宏安他這次來呢 他是要提交他相關的證據 他在上午的時候就說了他要捍衛他的清白 因此他下午來到這邊說明基本上他是提交證據 並不是以一個傳喚人的身份來到現場 那這也是目前我們在中和尚溫島的最新狀況